這次我們的校園載損陸續估價報上來 我們目前統計是3.85億 那其中7000多萬是有關數目的這個回損跟回值的這個部分 那這次我們三級學校統計數目倒了8800多顆 那倒的這個數目的大小種類不一 那我們後續會依照相關的這個程序去同酬來做辦 但是明年的有系統性的製損 明年我們還有老舊教室跟廁所的整治 老舊的教室我們有編了114到118吧 350億 還有老舊的廁所要改建也有80億 那各個學校有需要我們可以放在明年的系統性的來處理 那系統性的製水我想水能夠把它治理得好 才能免除所有的這個水患 那明年我們在7月開閉颱風之後 我們回到行政院重新盤整 所有的部會都把它東挪西挪 就在明年的預算當中挪出了增加了159億 加上明年的治水 所以明年的治水會達到551億 那這個要到明年 所以到明年就是預算要通過明年菜後前 我非常有信心 我覺得立法院跟行政院跟國人一樣 對於地方的這種需求 我們一定是站在同一個陣線上 用同理性來觀察 所以下禮拜我們會繼續的努力 讓我們的中央總預算能夠迅速的 經過合理的審查 那明年大家可以 不論是治水的 是老舊教室的 或是老舊的廁所的 我們都能夠系統性的處理 不論是これは 當中振興的靈感 ironically 在從哪的時候 也需要一點 hust Me 非常的功 pous 也不用你 對我嘯